歡迎收看齊齊食通街 我是家俊 我是敏映 敏映,這麼久以來 拍食通街你好像都沒有麻痺過 對呀,因為我不是太擅長這個風間 你平時都是文質紛紛的 但今天我要分圖一下你才行 好呀 今天一定要麻痺一下 裡面除了啤酒之外 還有很多出色的小茶 我已經期待了很久了 一起出發吧 乾杯 在這間極受街坊歡迎的店鋪 除了見到有生猛的海鮮、龍蝦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凝聚了一班街坊倫理粉絲 晚飯宵夜和親戚朋友坐一台 有酒又有菜 氣氛熱鬧又融合 吃下肚子的雖然是食物 但感受到的是愛呀 乾杯 來到這裡 當然要先喝一點點吧 剛剛也看到了 我們在外面做介紹的時候 人流真的樂意不絕 這樣湧入這裡 你說這裡不是大件夾底性 怎麼會這麼多人進來 對呀 我和大朋友最重要的是 我想應該是它的份量和味道 你不夠惹味又怎麼送酒呢 是吧 所以我打算今天試勻桌面 這裡這麼多的招牌送 看看有沒有我自己的心想是怎樣 這個適合你了 這個鐵板上的 鐵板上的燒汁肥牛粒 這個肥牛粒師傅先飛水 再拖油去處理牛肉粒 主要就是將牛肉裡面的水份鎖住 然後再連盤蔬菜和醬料爆炒 炒出來的牛肉粒掛汁又飽滿 而最後用燒熱了的鐵板上 原因一來是保溫 而放了洋蔥在底再吸起來 還可以保留香氣和濕度 加上你一打開這個燒汁肥牛粒的時候 我簡直給它這個份量所震驚 我沒想到這件是吸著這麼多的份量 你看看肉和蔬菜的比例 是說一比一 而且牛肉的大小 其實我印象中的粒是這麼大粒 但它的粒是挑撞的 牌都可以 青燒的大小和牛粒都是一比一的 是一樣大的 而且我們吃開這些小炒類的食物 最重要是什麼 你不要說我要熟成牛的那種感覺 你來這裡吃小炒一定是野味 而且入口大家吃下去開心才最重要 味道有夠是不是 是啊 不如我嘗嘗我左邊這個好不好 我已經想嘗嘗它很久了 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海綠胸套餐 你們猜一下裡面有什麼 海綠胸 我就這樣看到有水魚和雞 但是胸又好像不太看到 胸是否只是雞識飛 不是 而是另一隻識飛的雞的朋友 魚鴿 還有魚鴿 我以為水魚可以計算它 下海 然後再上海 海綠兩樣霸了 既然有幾樣東西 當然要我試一試水魚 水魚夠普 嗯 因為它已經是將水魚 雞和魚鴿 這三樣滋補又鮮味的食材 加起來一起煮 所以食材互相將自己的味道釋放 又再混合 再加上秘製醬料和上湯去熬煮 真是鮮味滿捨 最後最重要的 當然是加上少許藥材 對啦 這樣就補而不錯啦 其實應該真的像你這樣說 幾種味道 混在一起 再配上 原本就是靠這幾樣的素材 熬出來的汁 放下去 保持煮 保持吃 幾種味道 混在一起 很鮮 很棒 我想這個海綠通套餐 包括這裡的招牌菜 我想真的台台都會叫 你去看一看 樓下真的會有一個煲放在桌面 厲害 最重要是份量 我想六至八個人 其實都可以試一試不同的味道 亦都可以夠了 可以說四個人 完全夠了 完全沒問題 不如再講到這個海綠通套餐 不如我們再介紹一個鍋好嗎 好 這個鍋不是海綠通 它少了一樣 它就只剩下兩樣 那是海綠通套餐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 我看到一條線在 海綠炆水鴨 很創新 我覺得這個配搭 真的很少 我們吃大排檔 會吃水鴨 或者海鮮 通常的鮮也會比較小 這裡你看看鮮的 那個鮮粒 吃鮮最不喜歡就是 真的小粒粒 不斷吃完就沒有粒粒了 這裡的肉夠肥味 吃下去 還要加上水鴨 還有一些湯汁 都是一個很野味的菜 你吃到野味的味道 但同時又會有海鮮的味道 在裡面 整體都挺滑 還有看到的做法 也不是很複雜的 都是一些薑蔥 放進去 再加上一些醬汁 然後再燜一燜 味道全都進去 這鍋就非常出色 最重要是我們吃這些 剛剛說過的份量大 都看到份量很大 還有一件事 就是離得這些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水族箱 不是給小朋友去看的 魚魚 哈哈 最重要是養著新鮮的海鮮 在裡面 對 因為食材全都是新鮮 即是拿出來 即是拿進廚房 再煮出來 所以鮮味十足 所以簡單的做法 其實就好考到 食材本身的新鮮程度 如果不新鮮的話 你幾簡單的做法 一做變之龍魚鋒 而食材本身是新鮮的 他才夠膽可以用很簡單的做法 去帶出他本身食材的鮮味出來 我見你 說開鮮味的時候 你又夾到很新鮮的蝦上來 我已經夾了這個香茅胡椒蝦上手了 這個香茅胡椒蝦 用了胡椒 用了一些大蔥 加上香茅的香料 就一起爆炒而成 只看賣相 都覺得那個鑊氣十足了 我相信應該用來送酒 真的不錯 味道以後呢 這個香茅非常好 即是用薑蔥爆香了之後 再加上一些胡椒 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 可能家裏都做到的做法來做這個蝦 但是在這裡吃的風味就不同了 最重要是新鮮的蝦 第二樣就是鑊和家裏是不同的 來得這些地方就是要吃鑊和鑊氣 沒錯 所以爆香後再炒蝦 其實可以連殼吃 因為外面的蝦的汗做到很酥脆 可以直接咬開 同時可以鎖住裡面的肉汁 不怕炒到煤了 還有蝦的鮮味 還有肉汁的彈牙爽口的口感 所以吃這些爆炒的菜 師傅的功架就是這裡顯露出來了 對呀 香香辣辣 好東西味道 真的 這裡很多的菜式都很適合 一大群人一起分享 送一下酒 我立即知道了 你送酒的同時 我就介紹了別的菜式 這條魚的功架和功夫 也算是十足的 對呀 這個油浸烏魚我真的很少見 真的要試試才行 油浸烏魚應該是大排檔當中的功夫菜 因為它是用油一直浸去油溫去煮熟 如果你太高溫的話 肉就會變得柴 變得煤 尤其是烏魚 肉不小心處理它 它就會硬柴柴 吃下去就沒有味道 但如果你用太低溫的油一直浸去 它又會變得柔柔 吃下去就沒有了魚肉的爽口 所以就要保持一個很漂亮的油溫 可能一時高溫一時低溫 這樣才可以 上鍋的時候才可以做到 魚皮炸得鬆鬆脆脆脆之餘 魚肉又可以保持著很juicy的魚肉的口感 真的嗎 吃下去你不會說 這條魚很乾 或者好像太油嫩的感覺 它做到剛剛好之餘 它的鮮味仍然保留在這裡 還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不想吃太濃味的 就這樣拿一塊魚肉出來吃 可以的 如果你說我喜歡吃蒸魚豉油 或者怎樣 你就可以點在這些豉油上 就可以更加香後 再淋一淋 調味在這裡 你喜歡吃魚味 就這樣拿一塊魚肉出來吃 濃味一點 點一點汁都可以的 嗯 對 是這裡的招牌鹵鹵 你看到這個份量真是不得了 這個鹵鹵鹵 最重要是它會用自己的鵝汁去攪拌 簡單來說 攪拌的意思就是炆幾個小時 所以非常入味的 你可以試一試 你拿上來 放進碗裡 我已經感覺到它的份量了 是不是很重心 對 你夾著手也很累 完全是口切到一個極點 像剛剛所說的 肉汁滲透了 還有一點就是 雖然它燜了幾個小時 但它本身的肉味 肉香繼續保留在鵝裡面 肉汁滲透下去之餘 它的肉味本身燜了幾個小時 都不會說沒有了 仍然滲透出來 我覺得很棒 就是我覺得這裡 整個氛圍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杯啤酒 有一班的朋友 對不對 是啊 其實大排檔作為平均飯堂 抵食夾蛋見 野味又送酒 其實就是最重要 已經有了口號 整個氛圍是否出來了 乾杯 乾杯